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的議程是 Endpoint Security or End of Security 那又是跟Chain Michael有關的漏洞研究議程 是因為沒有贊助嗎 好啦 開玩笑的 那關於講者 講者說我可以提供一個冷知識 是他的大頭貼 其實是BBQ口味的樂事 好啦 讓我們掌聲歡迎 來自Chapa Security的講者 Less OK 好 大家好 Sorry 好 大家好 我是Less 好 那今天的主題是 Endpoint Security or End of Security 那我們主要要分享的成果是 我之前跟另外一位研究員合作的研究成果 那我們要分享的是我們針對 Trend Micro EDR產品 Apex One的漏洞研究 那我們會focus在如何利用 Windows端點上Agent的漏洞 去達成一些本地提權的Explory 好 那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Less 那我目前是台灣自然新創 Trend Park Security的co-founder 那我平常focus的一些研究領域 會是像是逆向工程跟漏洞研究 對 那我主要focus在像Windows跟Mobile 或是一些IoT device上 然後我目前是一個退休的CTF玩家 對 然後我打CTF的時候 也跟隊友成立了目前台灣最大的Waregame網站 Punkable.tw 對 然後下面是我blog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雖然很久沒更新 好 那在這場演講開始之前 我想要聲明幾件事情 首先這場演講呢 我並不是為了來說明Trend Micro的產品 特別的不安全 其實許多的產品都有類似的問題 甚至是Windows OS本身都有類似的問題 不過與Trend Micro的ZDI計畫合作呢 我們可以更有效率地去回報漏洞 那去保護我們的使用者跟企業 然後這場演講的目的是為了要提升 資安產品開發者的security awareness 就是對於資安的意識 對 好 那我今天的議程有幾個highlight 就是首先就是我們研究focus在Windows的 AppX One Windows的agent上面的漏洞利用的 一些邏輯漏洞利用的本地提權 對 那我們在研究過程中 一共回報了超過20個本地提權的exploit 對 那我們會先分享我們是如何找到 security agent的attack surface 然後濫用Trend Micro設計的oIPC機制 對 然後接著我會分享我們回報的一些漏洞 利用方式 然後跟它的patch的方式 然後其實我們繞過這些patch的手法 那過程中我也會給開發者一些觀念說 讓大家知道你在開發system service的時候 你需要 你可能會遇到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 好 那為什麼要選擇APX One作為我們的目標呢 首先APX One它作為一個EDR領導品牌 它的使用者數量跟產品安全性來看 應該是令人感興趣的目標 就是具有挑戰性嘛 那再來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ZDI它其實在2020年 開始針對Trend Micro的product 有提供針對性的邦體 對 相較於其他產品它會給予更高的獎金 就是其中就包括像是APX One 然後基於我們對ZDI的良好的印象 我們決定投入時間來研究這個target 那還有最重要一點就是Trend Micro 它是made in 台灣的產品嘛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跟台灣的廠商站在一起 就是保護台灣的使用者跟企業 好 那APX One是一個EDR產品 那上一場剛好也是講Trend Micro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對這個產品有一些概念 就是EDR是什麼呢 EDR就是Endpoint Detection and Response 那它就是去針對你Endpoint上面的威脅 去進行偵測 調查 去防禦 那Endpoint 通常指的就像是你的電腦 或是伺服器 或者是你的一些Mobile Device 因為像在企業內網 它可能會需要針對大量的設備 去做一些detection 或分析的動作 對 那除了像EDR以外 現在其實也發展出更多更進階的產品 像是什麼 MDR、XDR、NDR 其實這些東西都差不多 但Trend Micro EDR 它這個產品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產品 就是它從2000年初期 一開始是叫Office Scan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Office Scan 5.5發布的時間是2005年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產品 那後續也因為企業的需求複雜化 然後就衍生出了Apex Central 跟Vision 1之類的這些類產品 對 那在Agent部分 其實Apex 1跟Office Scan 應該是用同一套東西 就是架構基本上都是類似的 對 像Apex 1其實就是 舊版的Office Scan 現在改版變成Apex 1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 這類型的產品架構都很類似 就是基本上它會有一個 中央的管理伺服器 就是剛剛上一場 Speaker分享的去攻擊的那個目標 然後在各個Endpoint上面 會安裝一個叫Agent的東西 然後Agent的東西就是 它用來負責監視端點上面的事件 然後向你的中央伺服器去打小報告 那以那個圖來看的話 我們Focus 我們的研究目標就會Focus 在這些Endpoint上面 負責打小報告的這些Agent上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Agent在Windows上的一些Attack Surface 其實Agent跟防毒專體 做的事情蠻類似的 就是例如它會在Endpoint上面 裝一些元件 可能除了一些UserMode Application以外 它還會有一些 比較高權限的System Services 或者像是Kernel Driver 那如果我們想要提權 就是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從UserMode的Application 去打到高權限的Process 或者是Kernel Driver 好 那我們一開始研究了一下Driver的攻擊面 那以Driver來說最常見就是大家可能知道IOCTL 不過在Agent的驅動程式上它的全線設定比較完整 所以普通User並沒有辦法跟大部分的Kernel Driver 去做IOCTL 那Driver其實還有另外一塊就是 當Driver跟UserMode的Application同時去存取一些Resources 或者是它有設一些Event Callback 比如說Process Creation的Notifier Routine之類的 不過我們在稍微看了一下Driver之後 並沒有發現太值得挖掘的攻擊面 所以我們就把目標轉移到System Services上 就是Agent它會包含多個System Services 那它其中還有一些IPC的機制 那由於Agent它的功能 剛剛說過類似仿讀軟體 所以它通常會進行一些複雜的 比如說檔案操作 比如說它會去Scan Files 或是它會去隔離2A城市等等的 那這部分或許會是一個不錯的研究目標 於是我們就把我們的目標 Focus在UserMode Application跟系統服務之間的IPC 或是檔案操作這一塊 好 那如同前面所說的APEX-1它安裝之後 系統就會Default地跑起很多個 以System全線執行的系統的Service 那我們最初是發現說 這些系統System Services 存在一些用來做IPC Nampype Server 那其中有一個Scan Server的DL中 它有一個component叫做 Browser Explore Prevention的component 那它會去Handle就是Nampype收到的資料 那同時我們去看了這個Nampype的全線發現說 它允許以厭重的使用者去做讀寫 然後它會對這些資料做一些單純的資料操作 那我的研究夥伴他很快就發現 就是這個component在處理Nampype的Message 是多個AutoFund的問題 AutoFundRead跟一些Memory Correction的問題 那它甚至可以做到像 Leak了一些System Services的Memory的問題 那有鑑於這個東西看起來就是 它的Nampype IPC的實作好像沒有很嚴謹 所以我就覺得這可能會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方向 然後所以我們就覺得應該要繼續再往 這個Attack Surface去深入地研究下去 好 那我們在觀察這些System Services的時候 所以我就發現大部分的服務他都建立了 名稱是OIPC開頭的Nampype Server 然後我稍微觀察一下 那個Client傳送的資料 發現這可能是一種他自己定義的Protocol 好 稍微分析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得知這可能是TrainMichael自己實作的一個 Process之間的IPC機制 那它叫做OIPC 我們在查全名可能是什麼Office Game 而IPC之類的 然後經過我們在網路上考古 就是這個IPC的機制最早可能可以 最早是研究於舊版的Office Game 那我們從網路上找到的DL來看它的版本的話 它的設計可能在2007年或者是更早之前就出現 對 那透過Windows Nampype實作的IPC 算是蠻常見的做法 然後 但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去寫入這些OIPC的Nampype 然後來跟這些Track Micro System Services做溝通呢 答案是可以的 就是在我們剛開始研究的期間 我們就發現說OIPC它的Nampype 去Nampype設定的權限是允許所有的 所有的User都可以去做Nampype的Re-Enroute 也就是說任何的User都可以 你只要本地拿到CoExecution 就可以去嘗試跟System Service做IPC的溝通 接著我們看一下這些IPC Server是怎麼Handle 收到的Command 對 那OIPC它的Client跟Server都始作在OFC PipeC的這個DL中 對 那System Service它會先透過OIPC INIT函數 來初實化一個OIPC的Server 然後指定一個Command Handler 那我們分析了一些Handler之後 發現其中有一個Service Handler 存在一個很大很大的Switch case 它光 decompile出來的結果就有3900行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絕對是值得繼續看下去的 可是問題在於說 我們要怎麼去送出OIPC的Command 去觸發這個Command Handler 對 那我們逆向完了相關Library之後 我們就知道 Command的Structure跟OIPC的Protocol是怎麼樣的 那它的Command形容很簡單 就是三種Type的Command 分別是Request、Resort跟Query 然後它也定義了20幾個OIPC Server的預定義這樣子 那此外呢 每一個Command也會包含MessageHash 就是它會透過Windows API加密 不過它加密也不是Message本身 而是Message的Hash 它可能是作為Signature 或者是Check-Down使用了 然後再來就是 每個Server其實都是用各自的方法 去Handle它收到OIPC Comment 就有一些Server它可能會是 透過簡單的資料操作去切你的Data 或者有一些是做Disveralization 它的方法並沒有一致性 所以我們覺得 這可能也是容易出問題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嘗試去寫Client 去送任意的OIPC Comment 不過其實我們也不需要自己 重新使作OIPC Protocol 你只需要偷它的Library來用就好了 我們就直接抄了一個 OIPC的Client的Code 然後去呼叫那個Library 我們就可以送出任意的OIPC Comment 不過送出之後你會發現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就是然後我們接著去翻了一下Log 就發現 我們送出的OIPC Comment被Ignore了 那從Log看起來 應該是它有一些安全的機制 就是它好像會檢查你的Process的執行檔 必須要經過Charmicor的數位簽章 好 這是OIPC它的一個安全機制 就是OIPC Server在收到Command 時會驗傳送Command的那支Process的數位簽章 對 那這個看起來很安全 但是實際上它可以用非常容易的方式繞過 就是把我們的Code直接編成DL 然後直接inject到Charmicor簽章過的Process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繞過這個問題 那事實上有蠻多軟體都出過這個問題 像是Checkpoint的Antivirus 也有出過一樣的問題 對 那總之我們現在就是反正可以送出任意的OIPC 給幾乎所謂的Track Microservices 所以我們後續也透過這個供給面去找到非常多的漏洞 對 好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它其實有點像有些網站 它只是把檢查做在前端 就是你可能透過F12去bypass掉前端的Check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跟後端的API去做溝通 那就可以觸發很多功能 那其實有點類似 就像APEX-1它的Agent 其實Default是有密碼lock住的 你要輸入密碼才能去修改一些設定 可是你透過OIPC就可以直接無視這個密碼 直接去戳Service叫它修改設定 像是某個服務中就有很多的設定 是可以透過OIPC直接修改 對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繞過方式在我們回報之後也被patch 就是現在有簽帳的process 可能是有一些protection的 你沒有辦法簡單透過普通方式inject DL 來繞過簽帳的驗證 不過後來我們發現其實還是可以 就是會透過DL side loading的方式來繞過 就是我們從安裝的資料夾裡面 就是偷了一個會load的dbg help的DL的簽帳的Binary 然後用那個Binary來執行我們的DL 那所以後來我們回報之後 Train Micro又加了新的檢查機制 就是說你的Client除了要有簽帳以外 你的執行檔還必須位於安裝資料夾裡面 就是因為安裝資料夾收到特殊的呈現保護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放任意的DL 進去做side loading之類的 對 此外在我們回報過一些漏洞之後呢 Train Micro也針對OIPC 加入一些security的enhancements 例如現在會針對不同的service 它會去上不同的呈現設定 那這個攻擊面就變小了這樣 再來就是它會 它現在針對一些功能強大的OIPC comment 比如說改一些critical setting的這些OIPC comment 它會去做一些驗證 就比如說它會驗你是Train Micro Service 你的process token是Train Micro Service 它才讓你去送這些comment 那此外它在caller上面也加了更多的檢查 比如說除了執行檔要在安裝資料夾 然後載入的module也要有簽帳 然後它也會透過系統服務去保護 有簽帳的process防止它被injection之類的 所以現在OIPC安全了嗎 我覺得這很難說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針對process的保護 它其實就像貓抓老鼠的遊戲一樣 就是我們有太多太多的方式 可以把DL載入到一個有簽帳的process中 不過在跟ZDI的合作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說Train Micro其實很積極的在 改進它的產品的安全架構 那我相信未來它一定會越來越安全 好 那我剛剛提到NamePype 我這邊提兩個可能比較少人知道的 NamePype的Attack Surface 第一個就是NamePype其實是有可能被 有可能拿來做RCE的 就是當你的NamePype全ACL沒有好好設定 然後再加上你沒有去主動的設定 Pype Reject的 Reject Remote Client的這個flag的時候 其實NamePype是可以透過遠端的 SMB Protocol存取的 那如果今天你在區網裡面的話 那就有機會可以透過MTLMAN的relay 來繞過驗證 然後去存取其他電腦上的NamePype 那如果你的NamePype Server 實作也有問題的話 那可能就會導致RCE 像之前Pentas Lab Pentas Partners 就有針對像是Citrix的Service 發現類似的問題 那他們就成功地實現 成功地實現在區網上面達到RCE的攻擊 那第二個比較有趣的是 那第二個比較有趣的是 可能是Windows API 有時候跟你想的不一樣 就像Party Zero的Gems4Shows 它在2019年有提出 幾種可以偽造 Pype Client PID的利用手法 就是在某些特定的場景下 你可以bypass 使用PID驗證Client的方式 對 就是你的PID會被偽造 所以說你透過這個API 去拿到呼叫者的PID來驗它 有時候可能是不可靠的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有趣的研究 對 那其實NamePype還有很多security的問題 然後像是impersonate方面的問題 不過那邊就單純提這兩個 然後我們就不cover其他的部分 好 那這邊 我想要給大家一些 在做IPC的時候的建議 就是第一個最基本就是你的ACL 你的全線要設好 就是你要用NamePype的話 就是全線要設定好 那不然你可以考慮使用RPC之類的 對 那再來就是你要先定義好哪些users 可以存取特定的IPC介面 你只允許特定的權限 只有特定的使用者可以跟System Service交互 那第二個就是架構的設計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把GUI跟後端的IPC 想像成類似網站的架構 網站前後端的架構 就是例如說你的網站需要輸入密碼才能使用功能 那 例如說你的 比如說剛剛那個Train Micro你要輸入密碼才能解鎖功能 你應該就在IPC層也實作一樣的保護 就是你在打IPC的時候也要做類似的驗證 或者是我們可以採用類似API token的方式去做驗證 對 那再來就是可能可以考慮一些 透過加密或混淆來提升安全性 對 比如說你可以加密你的IPCMessage 雖然這可能不能防止攻擊者透過逆向工程來解密這些Message 或是偽造訊息 不過它可以提升攻擊者的成本 然後在適合的情況下可以搭配一些混淆 對 去降低你這個IPC機制被濫用的機會 那總之最重要的我覺得還是架構問題 然後還有全線設定的問題 那我接下來會分享一些就是我們在OIPC Handle 裡面發現的一些漏洞跟利用的方式 好 那一開始你Deford安裝完APX1的機器之後呢 會執行幾個存在OIPC Service Services 對 那這些服務中我們成功利用了其中的四個服務包含的漏洞 去實現了本地提權 但有一些其實 有一些Service其實是你要主動去開啟任意 額外的功能才會安裝Service 像是Vulnerability的Protection 就我們不小心漏掉了 對 但很可惜的是它現在patch之後就是 NormalUser已經沒有辦法再存取那個Service 對 那我們今天會分享其中兩個Service中 找到的一些比較有趣的漏洞 好 那在分享之前我們直接來demo在最新版本 APX1上面的LPE的Explory 那這漏洞已經匯報了 好 那基本上你可以先看到那個 我們APX1的Protection是Enabled的 對 那 一開始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User 是一個NormalUser 那接下來我們執行我們的Explory 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System的Show 所以整個過程非常的順暢 然後APX1也沒有發現有任何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其中的一個Service CNT AOS MGR這個Service 上發現的一些漏洞 好 先介紹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是一個非常古老的Blogin管理器 可能也是2000多年的時候寫的 對 那它是用C家開發的 然後又有很多的Debugged Message 所以逆向起來非常容易 好 那這個Service 它裡面的OIPC Command大部分都跟Plugin有關 例如說你可以透過剛剛的OIPC Command 來執行Plugin的安裝或是移除 好 那我接下來分享一個經典的案例 就是LowLibrary is Hard 就是我們在同一個功能中 包括繞過了Patch 我們一共取得了八個CV 首先是第一個洞 就是CV20128645 就是我們發現有一個OIPC Command Linux1b06 它可以用來載入Plugin 那Plugin其實就是DL 但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它的Plugin的路徑 可以直接由呼叫者決定 對 那它這邊會先 將收到Message 說去做Dysrealization 所以我們逆向了它的 CIPCMessageBuffer 去寫出了Civilizer 然後去送出包含2EDL路徑的Message 然後送給這個Service 那Service就會嘗試去安裝這個Plugin 那其中LowPlugin 方選就會透過LowLibrary EXW 然後去用系統的權限去呼叫 去載入使用者所提供的DL 那這就很明顯的嘛 就是我們直接把我們的DL 載入到System Service裡面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到System的權限 對 那你可以看到 Process Explorer中 是直接由這個Service建立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Patch 就是我們發現Train Micro 它直接移除了這個0xeb06的Command 就是很好 這是完美的Patch 對 沒有Command 就沒有Bug 對 那接著我們看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 就是CP2021-25253 它是出現在另外一個Command 0xeb01 它其實也是類似案例啦 就是你在安裝Plugin的時候 你可以指定一些Plugin的Info 其中有一個欄位呢 它是用來放ResourceDL的欄位 那同樣的問題 它這邊也可以允許使用者 指定任意的ResourceDL 那在Plugin的安裝過程中呢 就是這個Service會呼叫一個 DoExportPluginResources的函數 那其中就會嘗試透過LowLibrary 去載入這個ResourceDL 再從那個DL裡面去讀取一些Resource 比如說一些圖片啊 Plugin的檔案之類的 那這裡就是一樣問題嘛 就是你沒有Check你的DL的Path 所以Service就會用系統權限 直接把它LoadingProcess 那又直接拿到Systems修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看一下 這個東西它Patch 就是我們拿到CV之後 我們就回去看一下 它Patch有什麼東西 那我們發現就是CV Assign之後呢 我們沒有觀察到 它有針對剛剛那支Service 去做任何修改 就是相關的修改 我們推測它可能是Patch 在其它的Component上 比如說比較上層的OIPC Library 或是加了其它Track 不過我們嘗試去執行 我們回報的Export之後發現 這Export還是運作得很好 就是顯然可能出了一些問題 導致它沒有被好好的Patch 所以我們又把同一份報告 回報給ZDI 然後又等了幾個月之後 我們覺得這次應該會修好吧 對吧 但是我們得到了一個CV之後呢 我們又去驗了一次 發現Export好像還是可以用 那它顯然就是還是沒有Patch好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它的Patch在哪裡 因為原本那邊相關的Code 我們是沒有觀察到有對應的Patch 所以我們又回報了同一份的報告 跟Export給ZDI 又等了幾個月之後呢 它終於Patch好了 就是反正這個故事就是 我們用一個Export跟同一份報告 得到三個CV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發生在任何廠商身上 就是 你知道就是Train Micro的產品 其實我剛剛講過它是一個非常歷史悠久的產品 那它可能有比較複雜的架構 跟比較複雜且古老軟體架構 可能是十幾年前開發的軟體 那你現在接手開發者可能甚至不知道 剛剛的一些功能是做什麼用的 欸我直接把它關掉這個功能 它會不會出問題 會不會被使用者抱怨 所以其實上Patch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它終於Patch了 那它終於Patch了什麼呢 它把 它看起來真的有Patch 然後它把LowLibrary 換成一個叫做LowLibrary with IssueTracker的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是它自己實作的 那它會做什麼呢 它會在LowLibrary之前先去檢查 這個DL有Train Micro的數位簽章 那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合法的DL 它是沒有問題的DL 那我再把它載入 看起來非常安全 有驗簽章吧 不過好像沒有去Patch真正的Root Codes 我們真正的Root Codes應該是說 使用者還是可以控制DL的Path啊 沒錯 接下來分享我們找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CV202241747 這個繞過這個Patch的方式 其實它利用的是一個蠻知名的小Trick啦 就是MSDN上面有提到關於LowLibrary這個Function 假如說你在呼叫LowLibrary的時候 你沒有提供副檔名給它 那它就會很雞婆的幫你補上一個點DL副檔名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你呼叫LowLibrary去載入C草MyDeer Exploit 那它實際上會去載入的是C草MyDeer Exploit.DL 這真的是有夠雞婆的功能 可是我想這可能是一個Windows的歷史包袱啦 可能有很多古老軟體也是依靠這個特性 狗眼殘船活到今天 對 不過也是因為這個行為 雞婆的行為造成了檢查與載入史的不一致 那利用上是這樣的 就是首先我們在C草Exploit目錄下面放兩個檔案 一個是沒有副檔名 可是有全Micro簽章的任意DL 可能去安裝資料夾附置一個出來 對 我們不要給它副檔名 那另外一個是有副檔名 但實際是我們的2EDL檔案 對 那接下來我們嘗試讓Service去載入這個 沒有副檔名的C草Exploit LPE這個檔案 那Service就會開始去檢查它的檢章啦 那由於這個檔案本來就有檢章嘛 就是我們剛剛偷出來的 所以它檢查之後會通過 那通過之後它就會去呼叫LowLibrary去 幫它load這個DL 那LowLibrary就會發現說 你這個陸鏡上面沒有副檔名耶 所以它就很雞婆的幫它補上了點DL 所以LowLibrary實際會load的Library 會load的Library就是C草Exploit LPE 加上副檔名.DL 就是我們的2EDL 所以我們又成功地繞過了這個Patch 好 那又拿到一個Show嘛 OK 那過了幾個月我們又拿到CVE 然後接下來我們又去嘗試分析了一下Patch 那這次的Patch做的事情呢 是它現在會先透過DubusBuildsPath 去取得你指定路徑中的副檔名 假如說你沒有提供副檔名 它就會主動地幫你加上一個點 那根據MSDN的說明 這個行為呢 會明確地讓LowLibrary知道 它不是刻意地不給副檔名 那它就不會再有之前的雞婆行為了 看起來Patch蠻好的 就是就算User能控制Patch 那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了吧 其實這裡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發現它在檢查DL簽章 跟實際載入DL之前 存在一個小小的Window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透過RaceCondition 在這之間去偷偷換掉這個檔案 就是在它檢查完之後 我們把這個檔案換掉 那它就會嘗試去載入到被換掉的檔案 不過這個Window很小 應該很難Race成功吧 對吧 這裡我們又可以搭配經典的老招數 來使RaceCondition一定成功 我們可以使用SetOPLock 配合DirectoryJunction 那這同樣是James4Show提出的技巧 那OPLock它是原本設計 讓客戶端可以鎖定Server上的檔案 來做Catch提升Performance的一個功能 但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用來暫時Block 對檔案存取的Process 比如說你在這個檔案上面設了一個OPLock 那當有其他Process來存取這個檔案的時候 它就會被Block住 直到你Release這個OPLock 對 那再來就是DirectoryJunction DirectoryJunction就是它可以將原本對特定目錄的Request 直接Redirect到其他目錄上 那這東西可以透過MKLink這個指令來建立 比如說我們這裡建了一個C槽FactDeer指向System32 那接下來你對C槽FactDeer的一些操作都會被Redirect到System32 對 那當然今天它一樣會有權限的檢查 不過如果你今天是SystemService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它就會直接存取到System32 對 那這個trick是非常老然後非常常見的一個trick 然後利用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先準備兩個DL 分別是C槽ExpressRealLP1.DL 然後還有Fake的LP1.DL 然後我們接著建一個Junction 指向Real的Folder 接著去觸發LibraryWithIssureTracker 去載入Junction目錄中的DL 那這時候Service在嘗試去做CreateFile檢查DL的時候 就會被OPLockBlock住 但是它其實已經成功後的檔案Handle 然後在這個Process被Block 這個Service被Block住的時候 我們就偷換Junction的目的 我們把Junction指到Fake的DL去 然後再Release我們LockBlock 然後Service繼續執行之後 它就會去呼叫LockLibrary 然後它FollowJunction之後 就會去LockBlock到我們Fake的LP1.DL 於是我們又成功地得到一個SystemShow OK 那我們接下來再一樣看看Patch 那現在Service會先嘗試Lock住檔案 然後取得DL的真正的Path 那如此一來假設一開始User給你的 是一個Junction的Path 那經過Resolve之後 檢查跟載入都會使用 一開始的Junction實際指向的目錄 那它就可以避免中間這個Junction被修改 然後導致檢查跟載入時的路徑不一致 好 看起來挺好 對 那我們現在真的只能載入千張過的DL對吧 但有一天我在睡覺的時候 睡一睡 我突然有一個想法 就假如說千張過的DL本身有問題呢 會不會存在一個千張過的DL 但它本身會進行一些奇怪的行為 答案是Yes 但根據這個想法 我們有找到一個新的利用手法 然後它已經被修正 然後Assign了CV 可是我們認為它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就延後公開細節 對 但大家可以想一下這個思路 就是你賽過DL就一定安全嗎 好 那就是C3 Show 好 那大家應該會發現 哇Low Library真的很難耶 就是但主要我覺得可以掌握幾個重點 就是千萬不要相信User提供的路徑 千萬不要 再來就是你可以去做檢查副檔名 去避免Low Library的一些奇怪行為 然後對於千張的Check 你可以先把 你可以在檢查前先把這個 你要檢查檔案放到一個 只有你能Access的Folder下面 對 再去進行檢查跟載入 從而避免檔案被偷換 對 那像前面的例子 還有一個問題出在 Trend Micro他一直沒有去修正Root Cause 就是說 剛剛Low Library其實是一個resource的DL 那它不應該是Low Library進去之後 會去執行它的DL main 畢竟我們只是要拿它裡面的resource 那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你透過Low Library EX 配合特定的flag 那就算使用者提供了惡意的DL 那它被Low Library load進去之後 它也不會實際去執行它的程式碼 從而就可以避免這個濫用的行為 好 那接下來再分享另外一個我們有研究的service 它叫做NTRT Scan 它是APEX-1中的一個realtime的scanning engine scan service 它主要就是負責一些scan跟像檔案隔離的工作 所以它其實也會透過系統權限去做一些檔案的操作行為 好 那我這邊會分享幾個case去展示filter user input is hard 好 那首先分享一個我們回報但被撞動的漏洞 就是我們在NTRT Scan這個service 發現兩個有趣的oIPC command 一個是0x1f07 它可以用來把你指定的檔案加密 然後隔離到一個特定的backup資料夾 那另外一個是成對的comment 就是你可以把隔離的檔案解密 然後放回它原本的資料夾 好 其中用來recover的0x1304 command 它接受使用者提供一些參數 其中像是會有original pass 跟file name 就是你這檔案是從哪裡被隔離的 跟檔案名稱是什麼 那接著它會透過create process 去執行一個外部的executable vs encode.exe 然後把我們提供的參數作為 參數接到comment line上面去執行 好 那這些參數是幹嘛的呢 為了知道這些參數的功能 我們去翻了APEX-1的產品手冊 我們得知了就是斜線R跟斜線S 可以控制要把哪一個檔案還原到哪一個目錄 假如說我們可以控制這兩個參數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用system的權限 去對系統目錄去做寫入 然後進而提權 舉個例子 假如我們透過oipc去把moreware.dl 從c草mydeer隔離 那就會產生下面這個comment line 就是 vs encode.exe 斜線S原始路徑 斜線R要還原到的路徑 那這裡的問題就是它沒有對user input去做過濾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雙引號來截斷comment 然後改變程式的行為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2e的檔案還原到系統目錄下 然後去做提權 舉個例子 假設original path長這樣 然後我們透過雙引號截斷comment 然後偽造斜線S跟斜線R的參數 那comment line就會變成下面這樣子 好 那我們整理一下它其實會是這樣 你會發現我們控制著最後的斜線S跟斜線R 控制成我們指定的路徑 那執行之後呢 它就會把2e檔案還原到system32下面 那我們就可以實現LPE的exploit 對 就得到一個sysential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patch這種patch patch它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它現在會過濾你的input 它會過濾你的路徑跟你的檔案名稱的自圓 那最關鍵最關鍵的就是double code 剛剛的雙引號跟斜線自圓 就是我們沒辦法用雙引號 我們就沒辦法break這個comment line 那斜線沒辦法用 我們就沒辦法圍造argument 可是我看一看又發現另外一個可以bypass的方式 就是在同一個函數裡面呢 有另外一條path 它接受一個shar1的參數 就假如說你今天有提供shar1的參數的話 它就會走到這條path 然後把shar1也串到comment line上面 而對於shar1呢 它是沒有過濾自圓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shar1的參數來插入雙引號 然後截斷comment 然後像之前一樣偽造斜線s跟斜線r 但有個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讓原本comment 最後的斜線s跟斜線r去失效 那由於程式會使用最後一次指定的參數 這會導致我們偽造的參數被蓋掉 不過有件好事是單引號也沒有過濾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用兩個單引號的區域 讓後面的參數失效 對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關鍵 就是我們利用了mfc的激婆特性 來繞過自圓的黑名單 就是VS encode這個程式 它其實是透過微軟的mfc framework開發的 也就是說它會使用cwin app的parsecomment line 來parseargv 那你翻閱文件就可以知道 這傳數詞的支援斜線去指定參數以外 它還可以用-去指定參數 所以-也可以用 那-由於它不在黑名單內 所以我們用-s跟-r 就可以去繞過黑名單 然後來指定參數 好 那最後我們就組出了這樣的參數 就是透過shorn來截斷comment line 然後偽造參數 透過-r去繞過黑名單 然後最後透過兩個單引號來使原本的參數失效 就是comment line會變成這樣 那實際上就是我們成功地控制了 斜線的s跟-r兩個參數 然後把2e檔案recover到scent上的下面 好 那就可以拿到scent去了 好 那一樣看看patch 就是更新後整個檔案的還原邏輯 就被放到service內 它就不在乎叫外部的程式來執行 就是沒有comment就不會有injection 那這時候我們又想到一個bypass 假如我們叫它還原到一個directory junction 就是我們先把2e檔案隔離 然後把原本的目錄換成一個directory junction 再把它還原回去 那檔案就會被還原進scent32 對scential 好 那page也很簡單啦 就是我們後來又去看它最後的page 就是你在還原之前先檢查你的path 是不是奇怪的東西 就是你確保它不是junction 也不是signlink 或是其他怪怪的東西 對 好 那前面兩個是我們找到一些 比較有趣的漏洞 那講完case之後再講一些小東西好了 好像快來不及了 這邊請大家搶答就是 假設你今天以系統權限進行下列 哪一些行為會出大事呢 A 任意檔案的移動 B 任意檔案刪除 C 任意目錄刪除 D 任意目錄建立 目錄建立應該不會出什麼大事吧 這答案很明顯吧 應該就是A 對不對 沒有 答案是以上皆是 你只要用scent權限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就可以濫用一些windows的機制變成scent 好 那如果你可以透過各種方式 讓scent service去執行這些行為 那你就可以變成scent 所以很多你以為只是DOS 或很小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變成很大的威脅 可以參考GitHub上面的 Awesome Windows Logical Bugs 雖然Windows有在修復這些問題 但還是三步時的會有新的技巧出現 最重要的還是你不該讓user 可以去控制scent service 去執行這些操作 好 這邊回顧一下前面的plugin manager service 原本我們找到一個不太好利用的漏洞 不過配合剛剛的技巧就可以變成一個完整LPE 就是它的問題是在你安裝plugin的時候你可以提供一些info 它其中一個東西是plugin ID 你在安裝plugin的時候 它會用plugin ID去建一個folder 所以我們把plugin ID如果設成一個past traversal payload的話 那它的plugin就會安裝到c槽根目錄下面這樣 同樣在移除plugin的時候呢 它會把這資料夾刪除 所以配合past traversal 我們可以將任意的目錄 以系統的全線刪除 那就像剛剛提到的 你可以刪除任意目錄 你就可以透過一些手法去把自己變成scent 那我們透過一個手法去刪除c槽configure.msi 然後就可以達成任意檔案寫入變成scent 所以又是一個scent show這樣 好 那因為類似的case實在實在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在這場演講裡面全部的涵蓋 那有興趣大家可以到ZDA上面去看看說 像是APEX-1或是其他類似的產品出了什麼問題 你可能會發現有很多的產品都有類似剛剛講到的 像是它去follow一些sign link 或是follow一些junction 然後去讓scent service去做了一些非預期的行為 導致LPE的漏洞 然後我最後要給開發者一個觀念 就是防禦性開發 就是兩個重點就是 首先就是遵循最小權限的原則嘛 你只給該給的東西 就是證不給的你不能要 就是它該用什麼就用什麼 然後第二個就是永遠不要相信user的input 就是user的罪騙人的鬼 就是以pass為例 你user給你一個pass 那它可能會在windows上會有非常非常多種可能性 就是像我這邊寫的 它可能會是一個junction point 它可能會是一個symbolic link 或者一個hardlink 或者unc pass dust pass 或是anti-object pass 太多太多的可能性 所以你沒有檢查就冒然使用是非常危險的 然後最後我來做一個總結 就是security products 並不等於security products 資安產品不一定是安全的產品 我們過去曾經揭露過像是trustdome Firewall antivirus EDR 都是focus在security的一些產品 那 有時候這些security solution 反而會對你帶來更大的威脅 對 再來就是第二點 對於開發者就是 with great privilege be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就是你的權限越大 你的責任越大 就是我覺得資安產品的開發者 應該也要理解攻擊的技巧 然後就是你在patch的時候 應該要針對rutecodes去做patch 然後還要做patch的verify 對 那最後是開發者 他必須 你必須要對軟體的執行環境足夠熟悉 比如說作業系統本身的特性等等 對 那我最後也感謝一下tramichael跟zdi 就是他們提供了非常良好的book bounty program 跟很迅速的cast handling 對 那這邊也感謝其他researcher 像是jams for sure 跟其他researcher 提出的LP的一些technic OK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Lais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講 那因為時間因素 我們現場開放一個提問 那請問現場有會眾有問題嗎 那邊有一個人舉手 那邊有一個人舉手 我想問的是,因為ZDI算是Trend Micro底下的一個子公司 還是他們的相關企業嘛 是 為什麼他沒有提供 理論上他應該會提供Exploit或是相關的資訊頁 我其實不知道他們提供什麼給Trend Micro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們之間的問題 好,謝謝 我好奇為什麼我不是在原有的BUG上在reply 而是開一個新的Ticket 因為可以多拿一筆Bounty 好,棒,一百分 因為其實他沒有reply的功能 那他要給我錢是他決定的 我們只是在開一張Ticket告訴他,有這個狀況 那我就多賺一筆了這樣 好,那我們再來一次掌聲感謝Les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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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